歡迎來到首歌柯柯,我是首歌 11月11、12這兩天 英國搖滾天團Coldplay 在高雄的市運祖傳館舉辦了兩場大型演唱會 總共超過17萬個歌迷湧入高雄市 在新的科技幫助下 高雄市破紀錄只用88分鐘 就完成了場內外總共8.7萬人的疏散 真的是Bravo 不過另外也有一件事情也是很厲害 這種互動式的LED手環到底是怎麼運作 才可以讓活動中的幾萬人都變成舞台的一部分呢? 這一集影片首歌就要來和大家介紹 全世界幾個互動式LED手燈或者螢光棒這個技術 到底是怎麼樣來控制全場每一個人手上的燈的 在台灣最早使用這種LED互動技術的 就是我們的天團五月天 因為這可是第一次在台灣出現了這種互動式的LED遙控螢光棒 他們在2012年第一次在演唱會上使用這種互動的發光技術 每個人手上的螢光棒可以隨著舞台上的燈光一起變色 甚至後來還演化出不同頻率的閃爍 還有更多顏色的變化等等 買票進場的你不只是單觀眾 你也變成了舞台的一部分 歌手用音樂來振奮你 你們用全場燈光的變化來回應給歌手 讓他們感覺到更興奮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些LED燈它有什麼樣的控制方式 第一個在它的控制區域 我們分為群控、區控還有點控 群控就是全場統一變色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燈海 它就屬於全控的一種 第二種區控它就是單一區域變色 例如波爛舞、暴閃或者是一些霓虹燈效果 所謂的區就是我們在買演唱會的票 就會看到它會有分區 它的區也有可能是根據這個圖去做一些設定 第三個點控也就是最仔細最精細的控制 它可以讓現場的燈光去顯示團名、logo 或者是一些應援字句 甚至是贊助商的slogan或者是logo等等都可以 那在控制方式有分成 顏色的變化、閃爍頻率的變化、特殊文字或圖案 那當然也可以再做到更進階一點的 連續燈光的動態效果 比如說跑馬燈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進到今天的主題 也就是現場到底是如何控制 那幾千幾萬支的手燈或者是螢光棒 在技術方面 目前主流的控制技術有三種 第一種是RF、射頻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無線電波 第二種是紅外線 那它是屬於一種不可見光 第三種是透過聲音來控制 那這三種控制方式各有優缺點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RF 也就是無線電這個控制方式 五月天它所使用的這種互動螢光棒 它就是使用RF無線電來進行控制 那它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透過RF的控制 它可以進行到座位等級的細部控制 也就是說它可以控制我跟我旁邊的人 它顯示的燈號是不一樣的 那另外呢 它通常也會搭配專門的主控軟體 不只可以做到全區分區的控制 它也可以做到任意畫出任何的圖形 或者是做一些簡單的動畫 所以如果說你現場的人數夠多夠密集的話 基本上要做一個清明上合圖也是有機會的 不過要怎麼樣做到細部的控制 每一個光源它就必須要先設定它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類似座標的這個概念 所以這樣子它的軟體才可以精準的控制 呈現出正確的效果 例如說有一些團體的APP 它可以讓你設定你所在位置的座位 那當演唱會開始以後 現場的中控它就可以發送無線電訊號 去告訴你說 欸,現在243編號著這個位置 它要顯示什麼樣的燈 那它可以發送5萬個訊號 就可以同時控制5萬個人 它手上的這種手燈或者是螢光棒 第二個是紅外線控制 這次Coldplay它所發的手環 就是透過紅外線光來控制 這個方式主辦單位會在現場 架設多個紅外線的發光器 這個光它是屬於不可見光的 所以不管它架了10個100個 你統統都不會發現 那透過紅外線控制呢 燈控它可以做到群控和區控等級的控制 如果說你想要製造出一些圖案效果的話 那它也可以利用光炸光照的方式 對特定一個區域去照射一個圖案 就有點像我們在用狗狗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一個光照在後面的時候 狗狗它會出現一個影子 那它就是類似用這樣的方式去在現場投一個這樣子的影像 那收到訊號光的手環呢 它就會自動變色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設定說 當手環沒有照射到訊號光的時候 它就會切回原本的顏色 可以利用這樣子相對一個低成本的方式 就可以在現場製造出還不錯的互動效果 第三個是透過聲音來控制 那比較有代表的就是Blackpink 它有一款手燈就是利用聲音來進行控制 那手燈它會利用它內部的麥克風去聽現場的聲音 然後找出這個音樂的特徵 那再跟它本身的這個資料庫去進行配對 找到它對應的曲目還有目前的時間點 那它就會有對應的燈光模式出來 不過透過聲音音控制的方式 它有一些前置工作要先做 比如說你可能要先下載聲音的識別檔 或者是你在買的時候 原廠或者是官方 他們就要先把這些東西先裝到你的這個手燈裡面 它才有辦法去識別去配對 那因為這個手燈 它是透過聲音互動的方式去控制 因為我們演唱會現場 通常都只有一種舞台聲音嘛 不會有很多聲音 所以基本上它只能做到群控 那雖然它的亮燈方式比較單調一些 不過粉絲還是可以透過一些動作 來製造更多的現場效果 那當然啦 這個方式呢 也更考驗這些粉絲們的應援實力 畢竟這個方式要做到好 就是要先經過一些事情的練習啊 宣傳啊溝通 那大家一起來做 才可以做出比較漂亮的效果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主題 歡迎幫手哥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 記得最近要買五月一天的票 掰掰 這個大公車感 好 喔 如果可以再更加熱